商朝灭亡后 中国为什么就进入了无神期 周朝取代商朝而立 有人说是因为商朝残暴 也有人说是因为周朝顺应天命 这些说法不无道理 但其实还存在一个相当隐秘的理由 周朝成功地抢占了对神的解释权 重组了商代建立的人神关系 这种人神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和商朝有何区别 虽然说我国古代没有出现像基督那般的宗教 但发挥信仰的力量 以推动政治的统一这套模式 还是被古代统治者玩得很溜 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启了这一传统 据《月爵书》记载 商代总是频频地举办祭祀活动 每次都要祭祀上百个神灵 其中步伐日神、月神、星神、雷神这类超自然神 除此之外 也有像乌龟神、牛神、土神这类从动植物 山川和月吸取灵感的神灵 如此看来 殷人的祭祀活动如此频繁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神灵众多 但殷人最常祭祀的神灵 还是自己的祖先 据考古学家朝复林统计 仅在甲骨文补辞上 光是祭祀殷人祖先的补辞 就多达一万五千多条 这一数量大大超过了祭祀其他神灵的补辞数量 其中 祭祀开朝之祖的成汤就有八百多条 更关键的是 考古学家还发现 不少神灵往往是由鹰人的祖先转化而来的 比如说 鹰代天神序列中的主神就是鹰人的高祖帝君 而像东母、西母这类神灵 其实就是帝君的妻子 西河与长西 这也是说 虽然商代存在着神灵崇拜 但归根结底 却是把自己的祖先变成了神在祭祀 试想一下 当一个家族都变成了神灵一般的存在 那么这个家族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神族呢 事实并非如此 原因很简单 要想成为神灵一般的存在 必须得肉身先行死亡 这也是说 虽然说众多的商王都先后成了被祭祀的神灵 但在世的商王仍然只是肉体繁身 只能得死后 才被尊为神灵 如此一来 在世的商王就不能直接与神灵 哪怕是自己的祖先相沟通 而必须得借助占卜或占卜师的力量 根据河南英虚出土的补词可以看出 商代的一切事物 小到私人生活 如生育 狩猎 疾病等 大到国家政事 如征伐 建都等这些通通都要先占卜 有些事情 如果占卜的结果一时间不明了 那么他们非常乐意反复地占卜 可谓是不厌其反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连午饭吃什么菜 都要反复地占卜 反复地询问神灵的意思 那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在哪呢 在现代人看来 这绝对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但在商代 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神灵 就是神灵 人 却只是人 二者经未分明 神灵主宰一切 人只需要简单服从 从属关系非常明确 简言之 如果你穿越过去成为商代的人 那么很好的一点 是你不用忧心大事小事该怎么做 只需要去占卜 就会有神灵告诉你 乍听起来 似乎是挺不错的 毕竟现代人最烦的 就是决定这决定吧 但这种人神关系 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问题 既然神灵主宰一切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 各种天灾人祸的出现呢 一味地遵从神灵 一味地向神灵求助 并不能实现人自身的力量 又或者说 一旦人发现自己拥有力量之后 神灵的存在 就必然走向崩溃 这也正是商咒不肯祭祀鬼神 上帝的缘由 据礼记记载 商咒天生生得一副好面容 且力大无穷 很是勇猛 自他一出生 就被视作王储在培养 在这种情况下 商咒的自信心 是极度的爆棚 再加上商朝对外的多次战争 都取得多次胜利 这不得不让商咒怀疑一个是 眼下的功绩 并不是神灵保佑得来的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付出赢来的 原因很简单 商咒之前的历代君王 都祭祀请求神灵保佑 但都没人达到他的成就 那么 毫无疑问 不论是之前还是现在 神灵都没有在暗中帮忙 既然如此 就没有必要去给神灵祭祀 更没必要事事都询问神灵 不得不说 商咒出于强大的自信心 抓住了人神关系的核心 可他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他这般自信 对于普通人来说 占卜询问神灵 还是唯一决定大小事物的方式 显然 从这个角度来说 商咒就跟民众的信仰产生了矛盾 甚至二者的思想高度 不在一个平面 这也是为什么 商咒最终被比干 姬子这类王公贵族所背叛 甚至落得各众叛亲离的下场 事实上 人神之间的这一矛盾 也为周人所认识 见识到这一矛盾 对商朝统治的冲击力 周人就开始反省 并试图重建一种 对神灵的新解释 力图既确保百姓 保持原有的信仰 又能够解决神灵主宰人 带来的诸多问题 周人想来想去 只发现了一条解决路径 重新解释神灵 商代信奉的神灵 多为自然意义上的神灵 是人所不能控制的 那么 周人就反其道而行之 将神灵人格化 以便人好把握 那么 周人究竟是如何具体解释神灵的呢 凭借这一解释 就拿下了这场神战的主导权 早在文王时期 周人就对阴人的天神观念 做了重大的改造 首先 是天和天地的产生 在阴人那 虽然有所谓天的存在 但那只是自然意义上的天 即人们肉眼可见的存在 人们无法直接与之沟通 只能通过占卜的方式 揣测他的意图 周人却认为 天就是比人更高级的存在 他懂得关怀人士的统治 拥有自己的理性和善意 不难看出 天直接被周人给人格化了 就好似有一个至上的存在 在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 当然 天不可能直接指导 他需要一个代理人 先擒天道观念之进展中指出 周人所谓的代理人 其实就是君王统治者 因伤时期 这一代理人乃是商王 然而 商王在政治 道德上都走向了败坏 不配再做天的代理人 因此 天选中了兢兢业业 致力于提高自身政治 道德修养的激性周人 做他在人间的代理人 这也是说 周人之所以能够替代 因人赢得天下 是因为天的旨意 那么 得到了天的旨意的周人 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 人间至高无上的存在 与此同时 周人还强调了一个特别的因素 他们主张天之所以选中自己 不是因为自己长得俊巧 貌美 也不是因为自己力大无穷 而是因为自己拥有完善的道德 而这一道德 是利愿商王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的确 回顾世代商王的名号就会发现 其中根本不含任何的道德意义 然而 周代建立之后 文武都是极具道德性的名号 这也是说 只要周人坚守自己的道德 那么 他就永远不会被天所抛弃 而一旦周人突破了自己的道德底线 那么 天就会惩罚他 天灾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由此看来 周人这一套对天神的重新解释 的确有力地解释了 当人间面临灾难的时候 人该做些什么的问题 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 得到了很大的发挥 与此同时 周人又没有否定天神的存在 相反 他还加强了天神的权威性 明确地说明了 人间事物是归其掌管的 毕竟 如果按照商咒那思路走下去 人最后会取代神 变成神 从这一方面来说 周人确实顾及了不少鹰人 想要继续祭祀神灵 求得神灵保护的心愿 因此 在木野之战爆发之前 周人就集齐了大批鹰人 为自己攻打昭哥 其中 就是信仰的力量在作祟 然而 周人的这套模式 本质上还是建立在天神的无限力量之上 虽然神灵已经被人格化 但其无上威严 却依然存在 这也就导致 当周朝的社会矛盾 发展到无意复加的时候 人们又会开始怀疑神灵 质疑神灵 最终彻底地推翻神灵 换言之 面对商朝对神灵的无条件信任 周朝打响了除神灵的第一枪 周人将神灵拉下神位 将其人格化 又把人间的代理权交给了君王 如此一来 神灵的威严被架空 神 其实也就不复存在了 看到这里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会在评论区hole 我会在 victims宫 是